竹山镇的许席清先生早年在台中经营机车行生意有成 最近回馈乡里以自己的私人关系购买了180斤的鸡蛋 发送给邻里的弱势家庭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替社会尽点心力 认为行善要及时 量力而为去做就对了 一群人围着小小摊位 路旁的民众也停下脚步 火机车靠起地看着 没来就是竹山镇许致庆先生 日前太太买不到鸡蛋的困酒 有感而发地免费要送给民进的低收入户 另外也赠送一杯饮料 让前来领取的民众感受到社会的一些温暖 很好啊 对我们低收的这样子很有帮助啊 我一个老人这样而已 我现在一边我朋友吃 我们吃得比较少 所以这样我们就吃了很久 当初就是我老婆去买蛋 然后买不到蛋 有限量 我想说那可能中低收入户 会急需要用到蛋 结果我们总共三天买了180斤的蛋 顺利要捐给我们竹山镇内 比较贫困的低收入户 做好事还要被质疑作秀打广告 但许次清并不会说流言蜚语 认为公道自在人心 依然伤请地方里长 以及议员油耗的助理林伟信 帮忙协调弱势家庭对象 让爱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 这一次因为有油耗的帮忙 因为有人联络不上 所以他帮我联络其他里 然后多一些 找一些低收入出来这样子 由里长提供名单 同意发放 今天是以桂林里跟云林里 总共大概50几户 大概一次都是三个里三个里这样子发 就是以竹山镇内为主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平时就发起一人3000元 照顾竹山镇内国小学生 平常也以关怀学校的小朋友为规念 只是以两斤的鸡蛋 赠送受惠的弱势家庭 他们不改善心意举 认为之后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毕竟谣言止于智者 让你做听你看 记者曾光佑 竹山镇采访报道 正觉是地道下的冲击